你知道吗 追女生的时候 一定不要过度的尊重女生 因为基本上 所有男生刚刚开始的时候 都想营造出自己很绅士的形象嘛 希望呢 世事能够以女生的喜好为主 这一点 尤其表现在吃饭的时候 约女生吃饭 把选择丢个女生 然后一直问女生 你想吃什么呀 让女生选 这一点呢 说实话 基本上所有女生都挺不方感的 女生想要的是 你约她的时候 你是有计划有惊喜的 而不是说 我跟你约了一个时间 然后让她去想吃什么 她想要的是你做好的这一切 她只要乖乖地跟着你的脚步走就好了 我觉得没有女生希望约会的时候 反而需要她去带领男生 而且真会显得你特别没有主见 你说一个没有主见男生 女生会喜欢吗 我建议大家就是 追求女生的时候 不要一味地求吻 你老想着她的选择总不会出错吧 说白了就是怂 总是怕惹她生气 或者根本没有花心思 要么提前了解她的喜好 要么呢就勇敢一点 带她尝试你觉得还不错的餐厅 约会约的就是一个感觉 你带给她的感觉 而不是吃的东西 重点在交流 展现自己 准备一场约会 体现的是个人价值 不能只把眼光局 现在一顿放在上面 献喜本末导致 很多小白男生就很纠结 约会到底要带女生去干什么呀 你的重点 真的是约会相互吗 别搞错了生病 我是娜姐 关注我 分享更多恋爱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